纽约时报在最近刊发文章透露 中共的官员聚集在中国各地的会议大厅里 聆听高层领导发出一个严肃的秘密警告 他们被告知 如果党不能够根除中国社会的七大潜在颠覆性力量的话 那么权力就有可能被夺去 在这个被称为是9号文件里面所提到 七大危险以西方宪政民主为首 其他则包括对人权普世价值的宣扬等 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指出 中共开历史倒车只会激起民众的抵触和反抗 中共最终也将会掉进万丈深渊 纽约时报8月20号报道说 9号文件已经在中国各地通过一系列强制性学习班进行了传达 比如湖南省的一个地方政府网站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学习班 湖南衡阳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程新平 在一个旷业官员会议上说 宣扬西方宪政民主是在企图否定党的领导 他还说人权倡导者希望最终形成政治对抗力量 9号文件指称一党专政的反对者 为了挑起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 已经在揭露官员资产 利用互联网来打击腐败 反对媒体控制 以及其他敏感问题上挑起了事端 纽约时报报道说 自从文件下发之后 中共的报刊和网站一直在强烈批判近年来 部署犯规之列的宪政和公民社会观念 官员们加大了工作力度 防止公众看到互联网上的批评意见 两位知名的权益倡导人士 在过去数周内相继被拘留 原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复边审邓一文表示 他丝毫不担心中共喉舌对宪政的批判 北京注册会计师杜元林则认为 所有这些都预示着 中共当局要彻底的开倒车 想把历史拉回到文革 我觉得这是非常愚蠢的 这可能就像在一个高速行驶的公路上 一辆向前飞奔的汽车 那么你突然来一个急转向 那么他的唯一的命运就是掉进万丈深渊 纽约时报报道说 中共当局对官员发出内部警告 显示出习近平在公众面前的自信外表背后的 种种担心 例如经济放缓 人们对腐败的公愤 急切期待政治改革的自由派 发起了种种挑战 这些都容易对中共构成威胁 9号文件余音未了 8月19号至20号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 又直接强调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 声称宣传思想工作 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杜元林认为 在现在的互联网时代 中国已经形成一种市民社会的状况 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民间社会已经割裂 喉舌的宣传不会对民间产生什么影响 官方可以发出这样的声音发生号召 但是没有人会响应的 如果是说他们的所作所为 他们的所有的这些历史到处 如果影响了市民的生活 那么大家可能会起来抵触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明年会做出一个强有力的回应 当然这需要一些别的事件作为导火索 纽约时报报道说 中共内部支持深化西式经济变革的成员 往往跟那些推动法治 促进政治制度开放的人结为盟友 传统派却支持国家加大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双重控制 报道还认为 习近平从两个敌对阵营中各取一点的做法 最终可能会让他自己的议程在党内纷争中陷入泥沼 习近平此前承认 正在放缓的中国经济需要更能推动市场的新动力 分析者指出 这种动力只能通过放宽政府管制来获得